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兩個物體 質量都是一公斤 然後連在一起用彈簧壓縮 把這彈簧壓縮 本來是以一公尺每秒這樣前進 然後突然它有繩子連連著 突然繩子斷掉以後 這個彈簧就彈開來 彈開來以後它的速度是1.5 其中一個速度是1.5 另外這個速度等於多少 第一個它是問說 第一小題 它問兩者的直行速度多少 兩者直行速度當然就是一起跑的速度E 或者你要代公式 VC等於多少 M1加上M2 那M1速度是1 M1 V 加上M2 V 那這個 M1 加上M2 我們這M1 加M2 因為它V速度一樣 所以V抽出來 這個就會約掉 所以事實上直行速度跟這個是一樣 一公尺每秒 再來看V小題 V小題他問說 另外一個的速度等於多少 我們就用動量手紅 這個總動量等於這裡的總動量 這總動量多少呢 因為它一起跑 這動量 就是等於M1加M2 這E加1 乘以V1 乘以V1 是1 會等於這個總動量 這個質量是1 乘以這個V V1 加上它的動量是1 乘以多少 V2 V2是1.5 好 這是總動量 所以這個V1 就等於多少 這是2 2 減掉1.5 所以等於多少 乘以1 那這是1 這個就0.5 公尺每秒 所以的話 是0.5公尺每秒 跟原來方向一樣 也就是它速度變快 它速度變慢 本來直行速度是1 湯開以後 它變快 它變慢 所以答案是0.5公尺每秒